听着啊 以后只要是在宽城发现梁旭东的兄弟 只要是他手下 手底的小孩 到宽城就给我砍他 咱这地方守着战前 他想出长村坐火车 坐汽车 必须得经过咱们这 只要是经过咱们这 你就给我砍他 大伙一听 行 知道了 清哥 梁旭东回去也是 手底下的帮兄弟 红刚啊 大红啊 村河啊 包括当时说你看 齐铁民 王伟 都是管兵管将的 说你看梁旭东属于管将 这帮兄弟不管兵吗 哎 大伙一听 东哥明白了 说以后他们进朝阳 就砍他们呗 砍他 进朝阳就砍他 只要是南国和宽城的 只要是大庆或者小贤的兄弟 进朝阳就砍他 说你看这道命令 两伙的一传开 大伙听着是小事 大哥都没跟大哥打 能有什么大仗啊 你记住啊 这种事往往比大哥打仗还要大 是不是实话 人多呀 那玩一个窜一个 我操老大事的 打这天开始 网出这一散 头两天还没有啥 大伙都挺风平浪静的 你等说传到了三四天了 南关底下这帮小孩 因为整个南关区只有几伙 贤格为最大 其次就是裴小光 再往下排就不能提了 而且贤格在南关的人员特别好 都愿意帮贤格打仗 整个南关区就传开了 大概吧 打这个事能过个五六天 整个南关区朝阳区就传开了 宽城整个区不至于 因为大庆还没做那么大 他只是宽城占前这一片 来到这天晚上在当时南关区的二道街 心开一讲 烤肉 谁呢 按理来说他属于说王伟的手下 就是大虎 四个人骑摩托车来的 骑两台摩托车 往过一到 到门口还结了三个丫头 四个男三个女的 上烤肉给人吃饭 吃饭的公子 这四个小子就喝多了 其中一个小子 哎 我告诉你啊 听说没 咱们那个大哥的大哥 跟南关这片小仙 整个老不对付了 我听说了 这么大事我能没听说吗 几个丫头也是的 咱都听说了 说闹得可大了吗 说妈的嘞 这事挺不好整的 他正在这吃饭口 整个饭店挺大的 隔壁也有好几座吃饭的 人其中有认识谁的 这其中就有认识陈汉手下兄弟的 哎 还有认识二老爵手下兄弟的 你不知道有谁认识谁 饭店里边人多 那其中一个小孩离得不远 就隔两张座就听见了 哎 那座是老啥 听不听着 听着了 听的意思 好像是朝阳过来的 怎么着 你给这看着点 别让他们走了 我出去打个电话去 啊 你去吧 这俩小孩没有电话 都二十来岁 这你看 这小孩筐腾着一出来 往电话停一来 拿个电话 给一块钱吗 喂 哎 涛哥你好 哎 涛哥 你可能不知道我 我有会上游一厅 啊 对 对对对 我是那个 我小刘 哥你还记得我吧 这边涛哥是谁的兄弟 陈汉的兄弟 而且还不是陈汉靠前的兄弟 陈汉手底下一帮小孩 其中一个 啊 你说事吧 哥呀 我跟你说个事 就在二道街的位置 新开那个朝周烤肉店 你知道不 我知道 你说事 咋的了 这块有四个男的 带着三个女的 给这块吃饭 我听他们老师 有点像那个梁旭东的手下 谁手下 梁旭东的手下 四个人是吧 没拿啥呀 啥没拿 你给我盯着点老弟 我马上过去 几个女的 三个 七个人呗 七个人 好了 啪叉这一撂去 贤哥就下达什么命令 不用通知大哥 通知鸡毛大哥 过去就干的 这边涛哥接完电话 陈汉当时在司马路的兄弟 隔一家歌厅看场子的 身边就一伙了 七八个 也归他管 也是一个小大哥吧 一百二手 出去走 二道鸡 大伙一瞅 涛哥 咋的了 把那个斧子 大砍都拿着 上二道街砍人家 涛哥 这 这谁呀 梁旭东 梁旭东 手底下小孩 哎嘛 那得去 涛哥这边没有车 打车去的 说你看 贤哥兄弟够不够用 南瓜人老团结了 但朝阳也团结 说你看啊 打两台出租车 拿的斧子 拿的大砍 直搬二道鸡 跟门口啪叉着一停车 一瞅新开的嘛 红布都没载下来的 打车上 啪啪着一拎 往后边一别 到屋里这一进 门口的小刘认识涛哥 一百二手 哎涛哥 能跟哪他 就那座 谢谢啊 过去 这一喊过去 七八个小孩往过一来 这四个小子 本身就喝多了 大套过来了 站旁边 哎呀 找谁的 兄弟我问一下吧 啊 说刚才你们 谁哥这会儿 说自个是梁徐总兄弟了 都说了 咱都是 咋的哥们 什么意思啊 咱都梁徐总兄弟 咋呀 啊 你们四个都是啊 这三个女孩是不是啊 三个女孩这一瞅啊 我们不是 咱都不认识梁徐总 我跟他们是朋友 就过来吃口饭 女孩都走了 女孩这一瞅啊 干啥呀 让我们走 不走 别后悔啊 说你们是梁徐总兄的 拿手这一指挥 这小子 我是不是咋的 我就是不是能咋的 操 大掏 大砍刀照脑袋 操 框框子一下子 哥坐上 连人带椅子 全都给砍翻了 哭通子一下子 养过去了 哎呀 他这一开刀 身后七八个老弟 往上一冲 剩三个 操操操操 真是往死砍啊 你瞅大砍 大斧子 往胳膊上砍 光光的 说你看这三个丫头下的 哎呀妈呀 看人了 全往出跑 饭店老板都不敢管 哎呦 这干啥呢 都吓懵了 这七八个小子 围着地下这四个 你不自称 梁一东兄弟吗 朝身上 哎 最少得砍七八刀 隔地也砍 不会动他了 就已经这样了 不会动他了 说你看大头 拿这把刀 听好了 回去带话 再敢上南关来 就砍死你们啊 走 一喊走 带着兄弟 逛逛到门口 跑出来了 拦的出租车 一上车 狂狼就跑了 老板抱的阿四 包括打的120 但阿四来挺啥用的 没有监控 谁也不知道是谁 都不认识啊 阿四也问 谁喊的 那都砍崩逼了 那谁认识谁啊 都不知道 早跑了 不知道啊 不认识 进入就砍 砍崩了 就已经这样了 送到医院抢救 咔咔标志 但这个事 很快就传到 王伟耳朵里了 王伟当时 上东哥这玩儿 手底下四个小孩 上那个南关 二朵街吃饭 就让人给砍崩了 谁砍的 应该是小贤的兄弟 哥他妈 朝阳给我抓他 只要是南关 那给我砍他 那时候因为南关 跟朝阳紧挨子 南关是整个 长春的市中心 他跟哪都紧挨着 跟宽城也挨着 跟律苑也挨着 外边这几个区 给南关 就给包当价了 这边王伟 包括手底李春河 葛朝阳也开始抓 王伟耳朵 王伟耳朵 王伟耳朵